围绕着清华还是亲美路线的选择,菲律宾政坛可能会迎来一场腥风血雨,菲律宾国内盛传,马克思当局会痛下杀手,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十分友好的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不排除会面临牢狱之灾,大家好,欢迎订阅妙文史。 据菲律宾星报5月7日报道,日前前菲律宾议员杜特尔特的政敌安东尼奥特里兰尼斯四世表示,国际刑事法院ICC针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刑事调查已经接近尾声,如果顺利的话,国际刑事法院将于今年6月前发出正式的逮捕令将杜特尔特绳之以法。 他还表示,虽然在杜特尔特任内,菲律宾已经退出了国际刑事法院,但菲律宾仍然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刑事法院可以通过国际刑警发布红色通缉令,要求菲律宾警方逮捕杜特尔特并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审判。 他还表示,除了杜特尔特外,许多非前政府官员都将被通缉,包括县菲律宾议员,前菲律宾国家警察局长罗纳德·德拉·罗萨,这是因为菲律宾警察部门中的某些个人,暗中配合了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使得他们针对杜特尔特的禁毒战争调查得以顺利推进。 据悉,国际刑事法院一直在对杜特尔特任内实施的禁毒战争进行调查,在这场大规模的禁毒行动中有超过6000人死亡,其中有许多毒贩是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击毙,这引起了国际刑事法院的不满,一个有趣的问题来了,非现任总统小马克思此前一直坚持表示。 国际刑事法院没有资格就此事进行调查,但为何国际刑事法院如今又能顺利推进调查,这很可能与菲律宾的两大政治家族间白热化的竞争有关,小马克思和杜特尔特不仅是政治上的对手,他们还分属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马克思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 这两个家族在菲律宾都有着堪称重量级的影响力,自今年1月以来,这两个家族之间的冲突就接连不断,杜特尔特本人公开抨击小马克思是吸毒者,而杜特尔特之子县达沃市长塞巴斯蒂安·杜特尔特则称小马克思懒惰且缺乏同情心,并要求小马克思辞职。 而小马克思的妻子阿拉内塔·马克思则已在公共场合公开冷落菲律宾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作为回应,同时小马克思也不再对国际刑事法院针对杜特尔特的调查进行明确的限制,而是含糊其词地表示调查人员可以以个人身份进入菲律宾。 有评论认为,这两大政治家族间本就脆弱的关系正面临巨大的危机,双方短暂的同盟可能将以决裂告终,而在这种情况下,杜特尔特及其政治盟友不可能坐视马克思家族对自己的迫害而不管,在最坏的情况下。 菲律宾有可能会面临又一次政变,这并非没有端倪,在今年早些时候,有消息显示,已经卸任总统一直的杜特尔特秘密会见了一些前菲律宾军方将领和警察部门官员,被外界怀疑他有政变嫌疑。 虽然杜特尔特和菲律宾政府随后都回应了此事,表示这只是一次普通会面,菲律宾军方仍然忠于总统,但这显然不足够打消外界的质疑,考虑到自1986年马克思政府被政变推翻以来, 菲律宾已经发生了大大小小十几起政变的行动,菲律宾在未来再次发生政变的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当然,这种最坏的情况可能并不会发生,因为当前一心反华的小马克思, 其支持率已经明显低于支持修复中非关系的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照此预测,杜特尔特家族都不需要什么政变,小马克思就得在菲律宾人民的口诛笔伐中,自己灰溜溜滚出政坛,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近日,前菲律宾参议员安东尼奥、特里兰尼斯四世在一次媒体吹风会上表示,根据其从了解内情人士处得到的信息, SCC针对老杜执政时期发动的禁毒战争而进行的调查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SCC方面可能会分三批对老杜等人发出逮捕令, 首张逮捕令应该就是针对老杜本人,第二批逮捕名单则包括了现任非副总统萨拉和几位与杜特尔特关系较为亲密的非议员, 第三批逮捕令则是针对参与了禁毒战争的其他杜特尔特政府高级官员与非国家警察部队官员, 同时,SCC有可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国际通缉令, 特里兰尼斯预测称,这些逮捕令应该会在今年夏天分批发布, 针对老杜的第一张逮捕令可能会在六月前发布,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简单介绍一下, SCC针对禁毒战争展开调查一事, 在2016年就任总统后,老杜就履行了自己竞选时的承诺, 在菲律宾全境发动了一场禁毒战争,打击毒品犯罪, 但由于刑事手段较为简单粗暴, 导致在禁毒战争期间,法外处决等情况是有发生, 原本应该被各方赞扬的禁毒战争, 也成为了非国内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 很多非民众支持老杜,认为禁毒战争没有问题, 但也有不少人攻击老杜的行动方式过于血腥, 且违反了相关法律, SCC也注意到了此事, 并在2018年2月宣布开始对禁毒战争进行初步调查, 老杜则直接带领菲律宾, 单方面退出了SCC的创始条约罗马公约, 阻止了调查的顺利进行, 直到老杜下台后, SCC才重启了针对禁毒战争的调查工作, 但由于老杜之前带领菲律宾退出, SCC的调查人员无法获得非司法部门帮助, 光明正大的进入非国内展开调查, 只能以旅客等身份秘密取证, 不过,相关调查应该仍旧在持续推进之中, 今年1月的时候, 非国内就曾传出消息称, SCC的取证工作基本结束, 可能在上半年公布最终结果, 并发布逮捕令, 原本SCC重启调查, 乃至发出逮捕令, 对于老杜造成的直接影响不大, 这主要是因为, SCC本身没有执法部门, 只能请求签署了罗马公约的缔约国, 派出警察逮捕, 移交相关人员, 且个缔约国是否会回应请求, 往往要看具体的逮捕对象是谁, 以老杜的身份, 非司法部门现在不会配合以此行动, 其他国家的警察也不大可能冒着引发外交风波的风险, 在老杜到访时将其逮捕, 但在非国内政坛斗争的影响下, 情况再度发生了变化, 简而言之, 小马克思领导的本届非政府, 之前一直坚持称, SCC在非国内没有调查权, 拒绝配合以此行动, 但在马克思与杜特尔特家族走向决裂, 双方在政坛展开一系列斗争后, 小马克思多次放出消息称, 想要带领菲律宾重回SCC体系, 一些非议员也开始在议会内行动, 要求政府配合SCC调查禁毒战争, 同时, 小马克思已经在非军队和警察系统内, 换上了不少自己人, 强化了对于军警部门的掌控力, 因此, 就算在几周前, 小马克思还在强调, 不会将老杜移交给SCC方面, 但只要马杜两家的政坛斗争继续下去, 小马克思便仍旧有可能冒险的行动, 带领菲律宾重返SCC体系, 然后以SCC的逮捕令为借口, 命令警察部门抓人, 就算不直接抓人, 也能够以此为筹码, 对杜特尔特家族施压, 逼迫老杜与沙拉在明年的中期选举, 2028年的大选等关键时刻, 做出政治让步, 在自身的生存都成为问题的情况下, 老杜一方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如果小马克思真的借SCC的调查令 挑起事端, 老杜等人必然会在非国内掀起新的反对浪潮, 甚至有可能采取兵变等特殊方式, 彻底推翻小马克思政府, 重掌菲律宾大权, 事实上, 特里兰尼斯在此次发布会上也提到了, 可能收到SCC逮捕令的部分 非国家警察部队的现役高官, 与部分非军方退休将领, 正在秘密招募军警部队人员, 参与罢黜小马克思的行动, 换句话说, SCC对禁毒战争的调查, 与可能发出的逮捕令早已不是简单的司法问题, 而是马杜两家政坛博弈的一种延伸, SCC方面的调查, 现在给了小马克思一个压制以老杜为首的务实侵华派的机会, 但在机会之中也暗藏着危机, 双方稍有不慎, 菲律宾就有可能陷入动荡之中, 面对地区安全的严峻挑战, 各国之间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地区重要成员, 中国一直主张通过多边合作来解决地区问题, 中方积极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合作机制, 旨在通过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来促进地区内部的和平与稳定, 而菲律宾的行为显然与这一合作主张背道而驰, 给地区合作和发展带来了新的阻碍。